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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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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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想成为一个大红大子 或者说是嫁衣护角 那等人 因为我不想去考虑那些 我只想说我对我自己 不准备做的多两件事情 对我最大的努力做的最好是可以的 这么多年 我的媒体从业经历 我看到很多的新人 从一开始比如说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份词很少 然后下次再来的时候好多 出来的时候最后就约 专访都约不到的那种地步 那他们的这个心态 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 你是属于一开始 就无数粉丝无一个 没有无数的 就很多啊 就是刚才在上来的时候 底下已经是 比较幸运 比较幸运 这种情况之下 你觉得自己的内心有变化吗 突然间这种保护 这么多人关注 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讲 好多人关注我 这个东西 都是双 双认见的 双认见的两类性的 第一有这么多人关注你 有这么多喜欢 对了两个很幸福 很幸运的事情 第二点呢 也是很有压力的一个 所以说 我要权衡好这两个关系 带着他们对我的喜欢和支持 我就加油的 加倍的努力吧 不能这么说 不然的话 我觉得 大家喜欢我 支持我的意义就没有了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也是差不多粉丝们 都非常知道的 就是会不会在生活当中 遇到不开心的事 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 一般是怎么排解 我觉得 谁都会有不开心 而且我觉得一个 善于思考的人 对于排解 繁星应该是很有自己的一手 对 这个肯定是 对对对 哎呀 真不谦虚 其实还好 对于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如果 到我这里面的话 会有一些处理方式 就比如说 如果不开心的话 我可能不打游戏 因为因为我游戏是那种 开心的时候 对很开心那时候才会打 如果越不开心打的 越越差的话 就是越来越比较差 对 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可能会去 打排球啊 对 打排球 打排球 因为这个球里很近 我还有把我把你打进 我可以就这一段 全世界还是你的打量 搬叶一下 然后过一会 老板就说 你出来了 我这球给你 台子给你弄通了 台子弄打坏了 开玩笑 开玩笑 跑跑步啊 干嘛的 出出汗 对对对 多运动嘛 今天看我们视频节目的朋友 还有非常大的福利 就是我们准备了两个 跟专辑有关的小礼物 您请大宇签个礼物 送给广大的观众朋友 哦 什么样的 胖哥 那个专辑的写真 还有那个衣服 好 过来 我为你许下了愿 你却为我实现 独自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的卡丘大南京 希望我们的大宇 未来的路越走越好 好 谢谢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南京 谢谢 拜拜 拜拜 希望 你们能跟家里人 偷偷偷偷偷的在一起度过那个冬秋夏季 然后我也会在这里 祝福你们 然后吃上特别特别好吃的月冰 然后 看一看特别漂亮的月亮 哈哈哈 我们一起 如果有机会的话聊聊天 想想月 嗯 很美啊 我们下车的后来就会发现了个人